新竹縣設合併 爭取成為直轄市 新竹市長林志堅 昨天就跟黨政高層 會面交換意見 希望立法院修法 降低人口的 人口數的門檻 國民黨立委林維州 則喊出再加上苗栗 竹竹苗合併 人數就能過關 不用修法 而林志堅今天也在民進黨中常會上 說明構想 總統蔡英文表示 樂見對地方有意的思考 但是要考量地方民意 跟法治配套措施 新竹市長林志堅 與新竹縣長楊文科都認同 縣市合併爭取成為直轄市 不過由於縣市人口總計 只有一百零二萬人 兩人也都希望立法院修法 將地方制度把第四條直轄市門檻 從一百二十五萬人降到一百萬人 不過離明年選舉 只剩一年多的時間 加上林志堅也已經是第二任 無法再連任新竹市長 在野黨對大新竹合併修法議題 有所質疑 據瞭解縣市合併簽設統籌分配管 公平性的問題 府院黨高層 目前還是持保留態度 所以民進黨立院黨團也定調 未來是否修法還是要看民意反映 再做決定 國民黨立委林維周則認為 如果加上苗栗竹竹苗合併 就能跨過門檻 不用修法 我們有竹科 有竹南科 有銅鑼科 都是在分佈在新竹縣市 還有苗栗 這是在產業面 那另外就是文化面 大家都知道竹竹苗是客家重鎮 苗栗縣長徐耀昌對此表示 對縣民有利的前提下樂觀 其成 但林志堅認為苗栗有些區域 比較像是臺中生活圈 對竹竹苗合併 沒有太大積極意願 記者 張志雄 陳立峰 張君豪 臺北新竹報導